用挖机搬混地土到第八是个什么样的体验 哈喽老铁们 今天我们又到这个地方来了 上个视频我们刚把这个活给东家干了完 这才过了几天 东家又喊我们来 老铁们看到路上这个水泥没有 本身最开始东家打算的是买商混 但是那个罐车来了之后 由于混地土是流动的 是液体 这个坡又有一点陡 就导致这个罐车啊爬不上去 这个坡都大了 罐车来了之后 这个水泥啊就会往后面流动 就导致这个罐车爬不上来 最后没办法 这罐料只有把它倒在这个路上了 然后呢 东家就给我们打电话 让我们挖机开过来啊 用挖机给他搬混地土 我们到了位置之后 这堆沙有点多 我们先把这堆沙给他转到这个后面去 我们活还没有干几分钟 东家就给我们做了一碗鸡蛋面 本身说不吃的 但是人家都已经做好了 是不是 我们就先把饭吃了 再来干活 在吃的时候 再发现忘了熄火 我们把火先熄了 今天搬混地土有工人 所以早上啊 我们就起得早 就没有吃早饭 再加上啊 我又没有吃早饭的习惯 东家问吃没吃 我说不吃 他就硬是跟我煮了一碗面 人家把饭都做好了 也给你端过来了 你说不吃 那真的是说不过去了 吃完早饭 我们继续来干这个活 刚开始 我们挖的那个沙 没挖完 留了一点 现在呢 我们又把后面的石子 挖一些过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加水泥 至于水泥的标号 沙石的比例 怎么去把控 这个就要凭经验了 我们可以大概啊 先估计一下 这一堆沙石大概有多少方 这里啊 我们一方是用的六包水泥 我们只要大概估计了这个沙石有多少 我们就加多少水泥进去就OK 比如这一堆沙石有三方 我们就要加18包水泥 可能很多老铁对这个方量没有一个概念 预估不好 这里啊 教大家一个方法 我们再往里面挖沙石的时候 我们可以算一下 我们这个60挖机的斗容量是0.2方 挖五斗就有一方料 我们再往里面挖沙石的时候 就可以数一下挖了多少斗 然后根据这个来算一下 这一堆料大概有多少方 然后啊 再根据防速再来加水泥就OK了 可能有老铁还会质疑 就算这样算出来了 肯定还是不精准 大哥 我们这个又不是修飞机跑道 要那么精准干嘛 就倒个地板而已 我们把水泥加进去之后 就来回的打堆 从左边挖到右边 又从右边挖到左边 就这样来回的半个三四次 看不到明显的水泥飞就OK了 我们把混凝土搬好之后 把挖机开到前面来 换一个机位 就可以加水了 老铁们 看一下我们拌好的这个料 和前面没拌的这个料 这个颜色呀 有很大的区别 一些有经验的老司机 一根据这个颜色就能判断 这个标号到底怎么样 水加好之后 我们再这样来回的搅拌均匀一下 尤其那种挖起来呀 有那种明显的干料的 一定要把它拌均匀 拌均匀之后 我们再一抖一抖的给它挖进去 由于东家放了钢筋 我们先把这个前面这一点 用水泥盖一下 这个地方刚好是个急弯 每次我们过来的时候啊 都要支撑一下 虽然下面垫了沙江 但是这样来回的走啊 还是把这个钢筋压变形了 但是问题不大 只要没压断就行 前面这个地板 我们就到完了 这个路上啊 我们车子来回的走 压坏了 先把这个路先平出来 后面还差一点材料 东家又喊车子 拉了一点来 由于我们在上面搬混地图 这个水下来 把这个路搞打湿了 车子倒不上来 只有把这个材料倒在这里 就在这里搬混地图了 所有的混地图 我们就搬完了 这个路啊 也倒出来了 今天这个活呀 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